拍攝這段影片時,今天是星期日 是主日,是張臨期的第三個主日 我的主日其實是香港星期一的凌晨 今天很特別 在這個主日,我為黎智英先生做最多的吐告 因為同一個時間,即將星期一的早上在香港 黎智英先生就會上庭就著他的案件 就開心了,一打就要80天了 所以今天一直都想著黎智英先生 過往的兩三年,我都在赤柱 和他在一起 大家都不是很想在這個地方 經常都會撞到,經常都會打招呼 大家都在一起在經歷一些苦痛 今天星期日的主日 說得最多的是喜樂 如果你是天主教徒就知道 每個星期一日,我們的主日 都會有兩篇的讀經 一篇的福音 而今個星期的第三個主日 其實就講了很多的喜樂 不是在說up and down的喜樂 而是在說歡喜和快樂 怎樣去真正找到 真正在主內的喜樂 我記得我坐牢的時候 每個星期日 我去不了教堂 但我有上主很好的照顧 我有好幾班的弟兄姊妹 首先就是 陳日君書記的這些 招籍相隨的書 有三本的 甲月丙年有三本 今年就是月年 每個星期日 我都會拿起陳日君書記的這本 招籍相隨 每個星期的主日 他就會就著那個主日 寫一篇廣道出來 這三本書 其實我今天都可以買 在香港的天主教會 一定都可以找到 很推薦大家可以買來看看 就算你不是天主教徒 看看書記爺爺的廣道 相當之發人心醒 我每個星期日 在監獄裏面 就當自己上了教堂 那我就 由星期六晚上的晚徒 我就已經開始看書記爺爺的廣道 還有另一班的弟兄姊妹 就很好 我是真的很幸福的 就會將很多夏至成父李主教 亦都是主日的廣道 亦都會 一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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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好 就寄進來給我 所以我亦都會 亦都可以很容易 每一個主日 我就可以找到 夏至成父李主教的廣道 去看 他的每日金句 很棒 另外 還有另一班的弟兄姊妹 就會為我 亦都打印了 這個 是 吳智芬神父 港大 Ritchie Hall 的吳智芬神父 各位我很敬愛的一位神父 每一個星期主日的廣道 亦都會 有一班弟兄姊妹 替我印好 亦都寄進來給我 所以我在監獄的靈修 其實比在外面更豐富 因為你在外面 可能星期日去教堂 聽一位神父的廣道 但是我在監獄中 聽著三位很有份量的神父 書姬 就著那個星期日的廣道 讓我吸收到 我就聽三位 我很敬重的神父書姬的廣道 這件事相當幸福 為什麼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星期日的主日 就是在主日內的喜樂 我在監獄中 其實其中一個 我思考得最多 我很想得到領悟的領悟 就是苦痛與喜樂 我經常都求主耶穌基督 就是可以引領我 去真正理解 在主日的喜樂 因為 究竟在主日的喜樂 是怎樣呢 我有一段很漫長的時間 我也覺得感受不到 反而相反的就是 我經常都覺得就是 因為我很痛苦 很苦痛 在獄中的那段日子 所以我需要 我想起天主 想起主耶穌基督 對呀 人就是這麼犯賤 然後 我希望祂給我 但是同一時間 我就問 究竟你可以給我什麼 的威職 我一直領悟 都不覺得 也感受不到 究竟在主日內 有什麼開心 對嗎 一直都是主耶穌基督 的福音 說得最多就是苦難 不 他的經歷就是一種苦難 究竟在苦難中 如何去找到喜樂 這個一直都是我的疑問 所以 今天適逢黎智英先生上庭 他是一位很虔誠的天主教徒 當然 我知道他一定知道 在主日的喜樂 是怎樣 他比我領受得更加深刻 所以我又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但是我想說 我必須強調的是 我是沒有資格跟大家講道的 我只是分享一些很皮毛的事情 還有 我很想今天分享陳日君書基 如果你看完這段影片 分享完之後 你就真的會 希望你會有一點會覺得 陳日君書基 真的好像一位先知 那樣 OK 那 好吧 我就邊讀邊講 讀一下他那篇的講道 我未必是盡量全篇讀完 因為都很長的 選擇來讀 他說這個主日就是 喜樂的主日 我們兩篇讀經 還有 我們兩篇讀經 裡面 都講了很多的喜樂 包括福音 這個禮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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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我們有 舊約裏面 大先知 伊撒爾雅的 讚主眾 其中他說 我要因上主 而萬分喜樂 我的心靈 因我的天主 而歡約 那麼我們 每期 大部分的主日 我們都會讀聖榮 但是這個禮拜 聖榮 我們放下他不讀 我們又是分享一篇 我很喜歡 很特別 就是在《路加福音》裡面 第一章 聖母和大家分享這個 他在主內的喜樂 那篇叫做聖母讚主眾 拉丁文叫做 Magnificent Anima Mia Dominum 這個也是書記爺爺教我的 我經常會 念中聖母的讚主眾 因為寫得很美麗 我們這個禮拜 主日也很特別 平時是讀聖榮 今個禮拜不讀聖榮的詩篇 我們就是 讀聖母這篇讚主眾 這篇讚主眾 也是讀一下給大家聽 我的靈魂讚重上主 我的心靈寬約於我的舊主 天主 因為他誰顧了他卑微的侍女 今後萬代的人都要稱我有福 全能者給我作了其事 他的名號何其神聖 他對敬畏 他的人們廣師慈愛千秋萬世 他運用手臂大肆神威 把心高氣傲的人擊潰 他從高位上推下權貴 卻提拔了弱小卑微 他使飢餓者飽享美麥 卻使富有者空手而回 他輔助了他的仆人以色列 因為他純念及自己的人詞 正如他曾應許我們的先祖 永久眷顧阿巴郎和他的家族 怨光榮歸父及子及聖神 起初如何 今日亦然直到永遠 很漂亮 很喜歡這篇讀經 爺爺開始說了 爺爺說 老實說 身為香港的中國人 在這個民主倒退 法治昔美的今天 感受自然就不是喜樂 而是很多的無奈 但是我們既然是因上主而喜樂 這樣任何逆境 都不應該視我們灰心 或者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讓我們進一步去深入這個 喜樂的道理 再次強調一次 這篇文章是十幾二十年之前寫的 但是現在看回 你好像覺得 舒基爺爺是今天 就著今天香港的環境 去說什麼叫喜樂 挺厲害的 OK 對了 舒基爺一開始就說 每一天其實我們怎樣喜樂呢 回到黎智英的先生的經歷 怎樣在裡面可以找到喜樂呢 我想這兩三年香港人都會問 一兩個問題 是經常都會問 特別是香港的天主教徒 或者基督徒 都會問 就是 做好事 行善 是否真的善有善報 惡有惡報呢 或者這兩三年都會問 黎智英先生做了什麼惡事 要得到今天這樣的經歷呢 這些都是我們經常會問的問題 還有就是 是嗎 我們送的主真的會有喜樂嗎 我們這兩三年看到特別多 特別多的就是苦難 看到很多的痛苦 是不是 這些我們都在尋找答案 所以舒基爺爺就說 是不是真的這麼容易見到喜樂呢 再重複一次 剛才那段他所說的 身為一位香港的中國人 在這個民主倒退 法治色微的今天 今天 OK 感受自然真的不是喜樂 而是很多很多的無奈 那麼 舒基爺爺這樣說 繼續說下去 就是說 他說在舊約裡面 曾經有很多 你可以找到很多很簡單 很天真的看法 經常都是說天主降福善人 所以善人就會一切順利 事事成功 或者還有很多的例子都會告訴你 善有善暴 惡有惡暴 但是 是不是實情就是這樣呢 那麼 舒基爺爺在這篇讀講道裡面 就提到我們 特別是我們基督徒 天主教徒 我們讀聖經的時候 也曾經讀過舊約的若伯記 那你就可以 若伯記 其實已經給了一個啟示給我們 就是 若伯是對天主很虔誠 很虔誠 什麼都差不多做足了 跟足了天主的 粉絲 律法 什麼都跟足了 那天主應該很疼他 但是 嘩 啊 降臨於若伯的那些災難 簡直是沒有什麼人 普通人可以承受得到的 所以大家又要看一下聖經的若伯記 若伯記 若伯記是我自己的苦難的那兩三年 是沒有哪一次可以看得完的 我是到了 最 臨近到去到我放學 放牢的時候 我才逼自己 一定要 由頭到尾看一次若伯記 然後才出去 若伯記是很震撼的 所以 舒基爺爺就提醒我們 其實不是 那麼簡單的 你看看若伯記 就已經有這個啟示給你 那是不是 那 舒基爺爺的意思 是不是就是說 行善是否真的不會有善報呢 行惡才會 才會得到歡樂 好像今天的李家超、鄧炳強 香港政府那樣 那又不是 OK 他說現實並不符合這個簡單的定律 他說 今天的《讀經1》裡面 描寫墨西亞的使命 即是以撒爾亞講墨西亞的來臨 墨西亞的使命就是 向貧苦人傳報喜訊 治療破碎的心靈 向俘虜宣告自由 釋放獄中的囚犯 你看回耶穌的福音 耶穌就是墨西亞 祂來到祂的使命就是這樣 祂醫好很多 被困惑的人 令到他們走走 麻風的病人獲得潔症 看不到東西的人 看回事情 聾了的人聽回事情 這樣 這個就是墨西亞的使命 那麼 舒基爺爺就說 不單止是群眾 有時連中途 十二中途 其實他們都不了解耶穌 大家都認為那種善有善報 惡有惡報 就是很現世的 馬到功成 是一些即食型的光榮 今天一定要看到的 善就要有善報 善報一定要看到的 這就是我們天真的想法 舒基爺爺提到的 其實耶穌曾經苦口婆心 跟我們都說過很多次 特別是在 《馬逗福音》第五章很重要的 就是 山中聖訓裡 真福八端 其中耶穌已經說過 哀動的人是有福的 因為他們要受安慰 為義而受迫害的人 是有福的 因為天國是屬於他們的 特別是黎智英先生 在我心目中 他是一個異人 他今天的受迫害就是為了正義 為義而受迫害的人 是有福的 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這個好像很空凡 但是我相信 虔誠的黎智英先生 一定會感受到這種振服 他知道今天的黎智英先生 我相信他是活在喜樂之中 我特別會想到的就是 我自己對痛苦和喜樂 一些很片面的理解 在獄中 大致上就是 我們的愛是建基於苦痛 沒有苦痛就沒有真正的愛 而沒有苦痛呢 我想也不會有真正的喜樂 我試舉一個例子 黎智英先生很深愛香港 如果大家在YouTube看過他的被捕前的專訪 他也不斷強調 他今天覺得自己還給香港 因為沒有香港 沒有一個自由的香港 不會有黎智英先生的成功 不會有他 他覺得一切都是香港給他 但是我們要想一下 他在哪裡成長呢 他在中國出生 他在中國受到很多的苦難 OK 而這種苦難 是一種變相 其實是一種推動力 令到他去主動去找那個 去找那個自由的香港 當他找到自由的香港的時候 他相當之珍惜 他甚至為香港最後犧牲 他覺得 即是他所說的 還給香港 因為一切都是香港帶給他 其實香港 曾幾何時 就是黎智英先生的應許之地 今天 黎智英先生 在為香港犧牲的時候 受的苦難 大到大家都覺得承受不了 OK 甚至他有沒有 在有生之年 還有沒有可以 出得回來 重獲自由的機會 我們都擔心 是不是 但是 我們之所以為他擔心 為他覺得傷心 其實就是 舒基爺爺說的 那種大部分人 包括十二中途都是 我們經常都要看一種 即食型的光榮 我們經常都要覺得 就是 咦 問這個問題 究竟行善 是不是真的有善報 到最後 我們都沒有的 你看看黎智英先生 仍然都是被奸人所害 他做過很多壞事嗎 我們不覺得 他守護著真理 他為正義發聲 接著要得到這樣的下場 我們就會沮喪 但其實不是 OK 我想黎智英先生 會比我們更加明白 就是 他今天受的苦痛就是 為二而受迫害的人 是有福的 因為 天國是屬於他們的 我們的回報 就是在未來的天國 這就是我們的信仰 我們相信 我們相信天國 我們相信總有一天 我們會在天國重聚 我們相信 我們的真正的 增福 我們的福分 我們的喜樂 就會是未來的天國 其實就等於 好像年輕時有的黎智英先生 他雖然生活在一個 不知所謂的國家 OK 但是 他沒有放棄 他沒有選擇出賣靈魂 同流合污 他選擇 向著他的應許之地 香港 去奔往 其實 今天 在黎智英先生的人生裏面 他再一次去接受 天主給他的考驗 因為他知道 這個回報一定會來 而這個回報才是 最真實的喜樂 不是人世間的歡樂 是真正在主內的喜樂 就是天國屬於我們 所以這個喜樂 是不容易去理解的 所以 苦難 必須要經過一個苦難 耶穌也是一樣 在苦難之前 在 耶穌在苦難之前 或者是 復活之後 多次強調的是 十字架是必須的 這個爺爺和我們繼續分享 耶穌經常說 十字架其實就是 在喜樂的傳源 的根源 當然 必須的不是十字架的痛苦 本身 而是 你經得起十字架考驗的那份愛 對天父信賴的愛 為我們甘願犧牲自己的愛 這就是今天黎智英先生在做的事 在 主耶穌基督和宗徒告別的時候 在約翰福音第十六章二十節 他講過這樣的說話 他說 我實實再在告訴你們 你們要痛哭 愛好 世界卻要歡樂 你們將要憂愁 但你們的憂愁 卻要變為喜樂 OK 是啊 今天 在香港 你見到 仍然 有很多人自覺很歡樂 李家超 鄧炳強 香港政府搞很多事情出來 表面上好像歌舞聲平 哇 最近的廟街夜市 很多人去 很旺 那麼 香港人就會覺得 這個地方回來了 OK 我們就很歡樂 是不是呢 是不是真的這樣 我們是不是真的很歡樂 世界的歡樂 是否就是等於我們所要追尋的 在主內的喜樂 當然不是啦 是兩種東西來的 所以耶穌跟我們說 他說 你們是要痛哭 要哀嚎的 但是你們也可能會要憂愁 但是你們的憂愁將會變為喜樂 黎智英先生就會很理解 聖保祿在格林多的後書裡面 基督所受的苦難 加在我們的身上 越多 我們藉著基督所得到的安慰 就會越多 他跟哥羅森的教友也說過 他說 如今我再為你們受苦 那時候他在坐牢 聖保祿 他說他反覺高興 因為 只要是這樣 我才可以在我的肉身上 為基督的身體 補充基督的苦難所欠缺 這個也是完成了 在基督留給我們 讓我們去參與他的苦難的一部分 而這個可能 也是今天 黎智英先生的心聲 舒基爺爺這樣說 他說 我很希望大家有機會 認識那些為了信仰 而在監獄裡 度過了二十幾年 三十幾年的活殉道者 從他們的身上 我們能夠感染到 那種 只是能夠從聖神而來的喜樂 和平安 他說 不是人人有機會 為信仰寫身 或者是坐牢的 但是每一日的生活裡 我們有很多的機會去建設喜樂 如果你們遵守我的命令 便存在我的愛內 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 而存在他的愛內 一樣 我對你們講論了這些事 為使我的喜樂 存在於你們心內 使你們的喜樂 圓滿無缺 在約翰福音十五章 第十節十二節 耶穌就是這樣跟我們說 所以這個喜樂 很希望這星期的主日 和大家分享 藉著主日說的喜樂 藉著今天黎智英先生 他的案件開審 但這個喜樂 不是說一次就可以 大家領悟 我們在未來的日子 仍然會覺得很多苦痛 很多苦難 但是我想 我和大家的分享就是 這些苦難和苦痛 不是白受的 我們 可以透過這個過程裡面 和悲傷絕望困苦的人 我們可以 大家一起走 我們沒有忘記 有時候我們因為 吃得好 住得好 榮華富貴 我們忘記了 人世間上 其實悲傷絕望困苦的人 是更加多 今天我們也經常 要提醒自己 不要忘記 在獄中 我們的弟兄姊妹 仍然受到這些苦難 包括黎智英先生 還有就是 這些苦難也很有意思 就是讓我們繼續去 找回真正的愛 以及找回真正在主內的喜樂 所以 找回的時候 我們就要盡我們的所能 和身邊悲傷絕望困苦的人 去分享這些愛和喜樂 然後 黎智英先生 他們 今天 繼續在獄中 受的苦難 其實 他就好像 主耶穌基督那樣 他就是 去 去喚醒其他的人 OK 今天 如果你說 黎智英先生 是真的有罪的 其實他背負著的就是 世人的罪 在他的身上 然後去參與 主耶穌基督那個 十字架 必須的 去經歷 然後才得到 喜樂的這個 這個 的過程 這個是 很有意思 當然 最後要強調一點 就是 黎智英先生 不是墨西亞 OK 就正如 今個禮拜的福音 主耶穌基督和我們 說了一個故事 又繼續和大家分享 希望大家不要覺得太長 或者覺得太悶 今個禮拜的福音 是來自 《若望福音》的第一章 在《若望福音》第一章 是講師洗若漢 有一群 有猶太人 有法利賽人 派了很多的施制 利媚人 他們就好像今天的 建制派 或者香港政府的人 他們相信人的法律 他們就去問 在若旦河幫人施洗的若汗 問一個問題 問題的英文 就叫做 Who are you? 你是誰? 那 師洗若漢就這樣說 他說 他說 我不是墨西亞 那群人又問 問師洗若漢 他說 如果你問墨西亞 你是誰呢? 你是大先知阿尼亞 在舊約裡有一位 很大的先知 叫阿尼亞 當時只有猶太教 還沒有基督教 還沒有天主教 他說 你不是墨西亞 不是救世者 那你是大先知阿尼亞 其實問這些問題的時候 人們已經很愚昧 因為問這些問題的時候 那些人其實是想得到一個答案 就是施洗若漢 你究竟是誰 你去幫人施洗 用水去施洗 然後 你是不是先知阿尼亞 你是不是阿尼亞上身 在基督教裡面 其實我們不會有上身 或者再世的這件事 我們不相信這件事 但是當時的人很愚昧 就問這些問題 他們想得到的答案 就是 看看你施洗若漢 想認自己是甚麼 你認自己是墨西亞救世主 還是你認自己是先知的托世者 一認到這些都很嚴重 隨時是說虧逐神靈 都會死得 他經常追問這些問題 但是施洗若漢 就繼續說 不是 我不是墨西亞 我亦不是阿尼亞的托世 那些人就問 你給我一個答案 讓我們回去好交差 究竟你是誰 我愚蠢 然後施洗若漢就說 他說 我在抗野裡面 是一個呼喊者的聲音 我每天看到呼喊 就是收席上主的道路 正如伊薩爾雅先知所說的 被派遣來的 他說 他說 我以水去施洗 你們中間站著一位 是你們所不認識的 他在我以後來 我卻當不起解他的鞋帶 那麼這個 這個故事其實是說什麼 這個故事其實是說 施洗若漢說 我不是你們的救世者 你們的救世者其實是在你們當中的 不過你們不想去認識他 就是接下來的主耶穌基督 然後他說 其實我只是用水去施洗他們 我是為後來者鋪平這條信主的道路 我是來跟大家分享 告訴大家 你們要去信主 堅守真理等等 或者還有簡單一句 主耶穌基督說的 就是為汪去做作證 今天的黎智英先生 其實就是施洗若漢的角色 他不是墨西亞 他只是為了我們鋪平這條走向主的道路 他也是為主耶穌基督的光明 去做這個見證人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事 做這個見證人 是很艱難的 艱難到 耶穌告訴你 你跟著我 你一定沒有人走 你會坐牢 你會受人妥罵 你會被人侮辱你 等等 很多的事情 要經歷很多這些事情 但是就是 要如何堅守著 這種信念 守護著 我們 主耶穌基督釋放給我們 人的尊嚴 我們的良知 還有自由 還有公義 這些就是今天黎智英先生在做的事情 所以我最後會覺得 無論如何都好 今天的黎智英先生 是喜樂的 我很相信 他知道在苦難之中 他會找到喜樂 他也知道最終的回報就是 天國是屬於我們